等了六年我们终于等到了 Proton Saga 有 SmartKey 跟 Push Start Button 在这个 SmartKey 的设计方面大家可以看到 它采用的是跟以前这个 Proton Iris 跟 Proton Persona 一样的设计 质感方面是不错的 然后至于这一次的新车呢 其实它是 MC Minor Change 所以在外观设计方面并没有太多的不一样 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就来讲它主要的不一样 首先它更换了这个圆形的 Proton Logo 然后下面有个红色的四条 在这里可以看到有这个 黑色的 Piano Black 还有日间新车灯 在这个下面还有这个 空力套件的设计 除了这边之外呢 它的两边还有这个侧裙 看起来会更加运动化一点 可是整体的设计风格跟轮廓呢 其实是跟这个 2019 年的 MC1 没有太大的不同 这一次 Proton Saga 的车型分类 可以从原本的三个变成了四个 分别是 Standard Manual Standard AT Premium AT 还有这个 Premium X AT 只有 Premium X AT 拥有这个 双色的轮圈设计 在 Premium 版本采用的是一样的设计 但是就没有双色 看起来会单调一点 不过不管是 Premium 也好 Premium S 也好 我还是更加喜欢 目前 这个 2019 年版本的 AMG 轮圈 大家是不是也这样觉得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 除了轮圈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ight Mirror 它也是采用这个 这个钢筋黑的材质看起来擦身的层次感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还有下面 就是这个我该讲到的空力套件 大家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 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车后 至于在车尾的设计部分呢 则是没有太大的不同 连这个空力套件都没有 最大的空力套件呢 只有前面的保险杆跟 旁边的侧裙 后面是没有的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个天线 采用的还是传统设计的天线 并没有 时下流行的这个鲨鱼漆 其实我觉得这个鲨鱼漆的成本可能不高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原厂没有为这个车子采用这个鲨鱼漆的天线 因为这样看起来会更spotty 一点 然后接下来看细节 这边有一个小鸭杯 然后这边原本是body color的也变成了Piano Black 上面有Proton的字样 然后这一次它也增加了这个电磁阀的开启 这边有个小按钮按下 这个尾门就可以开启 非常方便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小功能就是 你只要按着这个 它就会自动弹起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的车款必备的东西 如果加入了确实可以显得出它的诚意 你觉得使用没有? 引擎的部分还是我们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1.3的Cam Pro VVT引擎 最大满力表现是94HP 或者是95PS 峰值扭力表现120Nm 匹配的变速箱是四速的自排变速箱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拉杆 也就是说这样车的操控表现其实会比较不错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 其实在新代的Proton车款上面 他们为了降低油耗 还有这个引擎的负荷 所以他们把Engine的 Compressor 压缩机 做得比较小了 可是在这个Saga 上面呢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巨大的Compressor 所以在那里车的冷气效果呢 可以说是目前Proton车款里面最好的 比起Iris 还有Persona 还要更出色 在内装的部分都是通过一些细节的调整 来显示出它不一样 例如说这个全新的黑色侧丁 在之前是浅灰色 所以换了黑色过后看起来很酷 但是压迫感会稍微重一点 然后这个座椅方面也是采用了皮革跟绒布的混搭 我个人觉得这个座椅的设计其实还算不错啦 接下来大家要最在意的应该就是 总个中控台的这个设计方面 而且总个中控台的设计 也是有一些的小不同 例如说冷气出风口有这个红色的线条做点缀 然后仪表还是维持原本的设计 然后也是有一个红色的线圈作为设计 接下来就是这个方向盘 方向盘并没有更换成这个和Iris Persona 一样的设计 不过它有了这个打孔皮 不过握起来我就觉得这个 握感并不是太好 毕竟这个是从以前Exora年代流传下来的方向盘 所以我觉得 可能可以更换一下设计 接下来中间的冷气出风口也是有红色的线条点缀 然后再往下看 原本那个 非常机械式的 这个冷气控制旋钮 更换成了新的设计 乍看之下跟Iris Persona 的新设计有一点类似 但是实际上它中间是没有那一个 小型的液晶荧幕显示的 所以 这样子调整的话其实我看不到这个风量啦 而且这个转盘转起来的手感比较深色 没有那么粗色 我其实不明白为什么就是Iris Persona 的这个旋钮的质感 其实还不错 但是基本上一样的设计 搬来Saga 之后 会变得有一点深色 然后下面有这个 USB 的插槽还有置物空间 哇这是Saga 的置物空间还是蛮多的 这里有 这里有 这里还有 这边的置物空间也很深 然后后面还有自备架跟两个USB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并没有加入中央扶手 所以开车的话 手是没有地方可以放的 然后接下来重点就是要讲到这个 出屏主机 设计跟这个MC1差不多是一样 但是内建的系统做出了更新 我觉得这一次的系统反应速度 还是蛮快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关机 开机 关机 开机 它的响应速度很快 甚至比起Iris Persona 上面那个 HIGH PROTON 系统的主机还要好 然后这一次PREMIUM S 车型呢 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有了这个 PUSH START BUTTON 这个是我们等了6年才终于在Saga 上面看到的 不过呢 这个PUSH START BUTTON 只有在顶级版本的PREMIUM X 车型才有 而且这一个PREMIUM 车型都没有哦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要冲着这个PUSH START 来的话 可能就要去到这个PREMIUM X 的车型 然后它的 驾驶座外面的这个门把上面有一个Button 可以让你解锁门 非常的方便 但是 只有DRIVER SIDE 有 PASSENGER SIDE 是没有的 所以全车只有一个 Keyless Entry Button 偷偷告诉你们我还发现了两个让我很感动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这个 它终于有自动收折了 第二个就是 POWER WINDOW 终于有 AUTO DOWN 了 这个是以前的Saga 没有的 也是让我吐槽很多次的地方 但是同样的这个POWER WINDOW 只有 AUTO DOWN 但是没有 AUTO OUT 所以你的UP 要用手 可是 NOW 是自动的 这个Saga 的后座基本上跟 NC1 没有什么差别 它同样还是采用了这个皮革加这个绒布的座椅设定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 小小个的置物格可以让你放下你的平板 可以放你的电脑 这边有两个USB 就是我刚才讲的 虽然讲这边只有一个杯架 但是其实它的左右两侧门板都还各有一个杯架 所以不需要担心 杯架不够用 然后椅子上面有这个 ISOFIX 还有 TOP TEDER 所以可以让你放置这个儿童座椅 这代表了这辆车其实是一个入门的家庭车定位 至于在椅背的部分 它同样的也是有这个椅背勤导功能 但是并不是64 而是整片倒屏 大家可以看到吗 它是整片倒屏的 然后我觉得它的这个座椅设定其实还是蛮舒适的 当然我的大腿会有一点的悬空 长途驾驶的话舒适性可能会差一点 但是这种作为入门定位的四门方车 你开下价钱好像也不大能投诉 不过有一点我真的是要讲的是 从这个 2016 Saga 到 MC1 到 MC2 有一点没有改良就是这个 头枕 这个头枕还是不可调式的而且是比较短的 这样子不仅仅是你的舒适性会被影响 然后在你这个 发生意外的时候 它给予头部的支撑其实也不到位 所以我还是建议 Proton 可以的话 把这个改成可调式的头枕 对于安全性真的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最后的最后我们就讲到这辆车子的安全背贝 如果以安全背贝来讲呢 这款车毫无惊喜可言 就是 发散可乘 它在最入门的 Standard Manual版本上面 有这个 ABS 跟 EVD 而已 而在这个 Standard Auto 上面则是下放了 ESC 所以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它在入门的车款上面也放了 ESC 可是在网上看 Premium 跟 Premium S 基本上的安全配备都是大同小异 跟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相比呢 它少了这个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 Proton 需要再努力的地方 毕竟它的 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好多年前就已经把这些安全配备 完全被下放在这个入门的车款上面了 Proton 一直主打安全 但是到现在他们的这些入门车款也就是6万块以下的车款 基本上都还看到这些配备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真的需要再加油 你怎么觉得呢 OK 我讲我的总结 虽然这个价格应该很有竞争力 在我们拍摄的时候 原厂还没有给我们知道它的正式价格 不过我们相信价格应该是还有竞争力的 作为 Proton 目前唯一一款单月销量可以超过5000的车款呢 Saga 是被寄予厚望的 只是我必须锁这一次的 MC2 因为只是年度升级改宽的关系 所以 真的惊喜不大 不过相信 这个销量还是会不错的 第一代的 Saga 从1985 年销售到了2008 年 第二代的 Saga 从2008 年销售到了 2016 年 而第三代的 Saga 从 2016 年开始销售到现在已经 6 年了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更有竞争力的换代 Saga 出现呢 这可能是只有原厂才知道的 你们对这个 2022 年的 Proton Saga MC2 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一起吹一下水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记得要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我们的小红书 我们下一次的订阅 我们下一次看看 我们下一次的楼梦 我们下一次的核心 还有两次的钱 我们下一次之后 我们下一次的电视窄